接著繼續做題目 問問各位同學 這有個VT圖 然後有紅燈,然後開始踩煞車,然後停下來 這個配合你們的生物 李華老師也有人考,有所謂反應時間 什麼什麼之類的,再說 這裡暫時沒有 這裡暫時沒有,已經告訴你說0.5秒反應時間 然後 感覺呢,是A是要算的,感覺呢,B是要算的,感覺C要算,不過C可以用圖形壞話就知道了 然後呢,感覺珠要算 那個計算的想法就是回到剛才 直線可以求 加速度 那我只會算平均 所以你要找到兩個時間,兩個速度,帶進去deltaT,deltaV 第二個就是面積球位移 他一定是你會算的面積,三角形底撐一高除以2 長方形長撐一寬 T形上底加下底撐一高 除以2 就算完了 各位 哪一個勒 誰對勒 哪一個是對的勒 現在要換男生對不對 要換帥哥男是嗎 誰是對的 那個所謂的要算也很簡單,比如說那個0.5秒的反應時間走多遠,那很容易啊 你用鼻子想也可以知道 那也可以講囉嗦一點 甚至於可怕的代工事 來 這位我知道是誰 最早的小老師大人 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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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了 起床了 天黑了 世界末日了 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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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桌下吧 你呢 剛才趴在那裡 然後桌上一本講義都沒有 當然沒有打開,你根本不知道我在問什麼 VT圖面積代表位移 反應時間之內 長方形 高是10,寬是0.5 所以答案叫做5公尺 也不用這麼麻煩的想 就想說我在做等速度 我的速度是每秒10公尺 我走0.5秒 所以走5公尺 也一樣解決 然後煞車就是後面的斜行的要煞車 到停止 然後這是個三角形 底車一高除以2 底是1.5-0.5 高是10 除以2算出來是5公尺 這個叫做煞車走了5公尺 前面有個反應時間走了5公尺 所以合計走了10公尺 有人就考試考這樣問你說 要距離多遠之前要能夠踩煞車 他才不會撞上 要把反應時間算進去 要把反應時間算進去 所以合計就是 10公尺 所以選項A豬是錯的 選項B是對的 然後呢 煞車後1秒鐘變成 0.5秒煞車嘛 1.5秒停下來 煞車1秒停下來 所以選項C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B 這叫做 練習15 可以嗎 可以 練習16 現在問何者錯誤 第一個是問那個平均加速度 那就是要看 花多少時間 速度變化有多少 B選項第6秒 3到6秒靜止 看圖就知道是不是靜止了 C選項6到8秒 6到8秒前進18公尺 那這個就是要去算 面積 要算面積 球位移 然後平均加速度也是一樣 花多少時間 速度變化量多大 可以算平均加速度 這樣是多少 誰是對的 誰是對的 來 可愛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2號 你們要隨便猜一個 要認真猜一個 2 B 你坐下 平均加速度要看花多少時間 速度變化有多大 前面3秒0到3秒時間花3秒 原來數數是0 3秒末數是6 所以6減0除以3 加速度是 2 公尺秒平方 然後0到8秒就不要管中間 我們講過我們算的叫做平均 平均 不管中間怎麼變 只要管開始跟結束 開始的時候是0 結束8秒是12 所以上面是12減0 下面是8秒 一除完之後叫1.5 所以呢 選項珠也是對 這叫做 怎麼算平均 加速度 找到兩個 速度 然後除以他們所經過的時間 就是這一段所產生的 平均加速度 然後 VT圖直線代表加速度 面積代表位移 要求位移 6到8秒 這是一個T形 T形要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除以2 所以上底有個6 下底有個12 高4 8減6是2 所以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除以2 算出來 10公尺 所以呢 選項C是對的 那麼 3到6秒鐘 它是水平線 VT圖的水平線 表示做所謂的 等速度運動 ST圖的水平線 才代表是 靜止 所以呢 選項B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了 叫做 B 所以我們經過一些 簡單的計算 跟想法 我們就知道 答案是 B了 那正確的選項 B根本不用算 看就知道 它是錯的 所以 也就是說在考試的時候 你根本現在可以先不要 那麼認真的去算 先看看那個不用算的 有沒有答案 如果有的話就不用算 就知道答案多少 這就是我們的做法 可以嗎 可以